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我是財盈 哈囉,大家好,我是志龍哥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美國跟台灣都已經出現長黑棒了 志龍哥在4月份的時候有一直強調M的右邊 到底M的右邊到底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再跟觀眾朋友們解釋一下 是的,所謂M的右邊就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M頭 那M頭在左邊的時候這邊會反覆的震盪 然後第一次下殺的時候我們也有跟大家講 當第一次下殺的時候很多大戶都會來不及跑 這邊一定會再營造一次高峰來好出貨 所以去年那一段下殺之後這邊會開始慢慢營造高峰 營造高峰上來之後就是開始準備要出貨 也就是所謂M的右邊這邊盤出一個M頭之後就是開始準備要出貨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跟大家講說這邊是一個M的右邊 在先前我們有跟大家講說從目前經濟數據來看的話 全球經濟除了美國之外 這其他國家的表現都不會是太好 所以我們從經濟數據來看這邊走M的右邊的機率是最大的 為什麼這麼講就是除了經濟數據之外 那我們就看到美國的經濟數據細節的變化 我們今天有跟大家講說美國第一季GDP雖然說很亮眼有來到3% 但是我們仔細看一下它的結構的變化 它這邊卻是出口的增加導致GDP來到3% 那在過去美國都是所謂的內需大國 全球的經濟都是要看美國的臉色 因為大家都出口這些商品到美國這些美國國家去 但是美國卻是出口增加 那進口反而消費者支出反而沒有大幅度增加 那表示說這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形成這個惡性循環怎麼說 因為美國這原本的內需大國卻是反而出口到其他國家 那其他國家的貨又賣不出去 那反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講這裡是M的右邊 那M的右邊到底有什麼特色 我們這邊跟大家講的是 M的右邊初期指數不會是太大的重點 指數這邊可過高可不過高 那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過高之後才殺的例子 那在初期個股才會是重點 4月中的時候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你要小心拉全值撐指數 然後出貨中小型類股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回過頭來看的話 很多中小型類股已經跌幅高達3成到4成 這邊大盤明明還沒有什麼跌 大盤從高點到現在了不起只跌了一兩百點 但是個股的跌幅是相當的重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大盤在主跌過程中 會有很多個股開始領先上漲 那同樣的大盤在盤頭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個股開始領先下跌 沒錯就是這個道理 那同時在M的右邊還有什麼特性 就是當行情這邊 你以為要持續創新高的時候 結果就是一根長AK下來 那當長AK下來你以為行情要下去了 又拉上去 沒錯就是反彈多日 對啊怎麼會這樣子騙來騙去 行情會很反覆 在初期的時候行情會很反覆 反覆的原因就是為了營造高峰 先前剛剛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第一次下煞的時候 這邊主力還沒跑 那一定會營造一個高峰 對 那這樣的反覆就是準備營造一個高峰 所以投資朋友很容易在這邊受傷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你這反覆行情 那這邊如果你沒有個方向的話 那其實你很容易受傷 那等到行情真的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你反而沒有進場勇氣去做放空了 因為這邊你已經被修理太多次了 那這邊中哥提醒大家 M的右邊要特別小心 那很多人會認為說 中哥是不是運氣好 就看對這個行情 那我們從經濟數據上來看 M的右邊 那這邊川普的一句話 只是加速這個方向的行程 如果川普沒有講這句話 那中哥相信後續行情 也是會慢慢的發展成這個局面 那川普講這句話 那中哥認為這個長黑K的結構 已經改變了這個 改變了這個氛圍 那即使說中美貿易 這個雙方在四處和解了三億的話 那中哥相信這個高點 短期內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這邊估值已經改變了 長黑K改變了結構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上陣 不好意思上一張 上陣 中哥在4月22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上陣呢 這個4月22號出現長黑K的時候 那時候 川普呢可是還沒是 在推特 可是還沒發文的 那我們看到 我們跟大家講 這個經濟數據一片大好 結果上陣 卻是出現一根長黑K 對 那這代表呢 有一些大戶 已經開始在撤退 對 我們已經先跟大家講了 那川普講了 川普普的這一槍呢 只是呢加速方向的行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陣呢 這一波跌下來 所以中哥跟大家講 全球股市呢目前都是處於M的右邊 那川普這句話只是加速方向的行程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下一個 那M的右邊呢 最經典最經典的案例呢 就是2007年2008年的金融海嘯 那先前我們也有跟大家提到這張圖 那這張圖呢 你可以看到 在2007年10月的時候呢 這邊反彈上來還是有到高點 甚至還創波段新高 那結果你可以看到一根長黑K下來 你以為行情要下去了 卻是反彈上來 那反彈上來又一個長黑K下來 那這樣的循環之後 營造高峰 接下來就是一個金融海嘯 所以投資朋友 在M的右邊呢 要特別小心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個 那我們剛剛一直提到呢 在M的右邊呢 初期呢指數呢 這邊會反覆 那個股才是重點 那接下來會營造高峰 那高峰呢 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呢 我們就是看這個BIS指數 當這爆點出現之後呢 這個大盤呢 就開始準備連續性的重挫 那BIS指數呢 恐慌性指數呢 我們就是觀察一下 這邊呢BIS呢 已經來到了20 那往年呢 來到20呢 都是屬於呢 一個波動大的一個區間 那BIS在往上走的話 就開始呢 要準備引爆這個爆點 那這個數值呢 到底是多少呢 中哥這邊就賣一個小關子 加入中哥Light 你就知道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 那很多人這邊呢 看到BIS呢 會去呢 買這檔00677U的富邦BIS 那中哥這邊要跟大家講的是 台灣目前證交所呢 的ETF呢 不是所有的ETF呢 都可以去做投資的 你必須去了解一下 ETF的結構 嗯 了解一下ETF呢 到底是在投資哪一些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00677U 富邦BIS這一檔呢 他的商品特性呢 是長期走空的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呢 他是投資在一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那投資在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呢 他就會有一個時間價值 那有時間價值的問題的話 特別呢 即使呢大盤沒有什麼 大盤沒有什麼波動 他還是在平盤附近的話 其實說你今天今天進場去買進 那到下個月大盤沒有什麼漲跌 你買這檔還是會賠錢 對 因為他的慣性呢就是長期走空 那你可以看到即使呢去年10月發生股債的時候 那他掛牌價高點都回不去 那像這類商品呢 其實呢並不適合投資 那還有什麼商品不適合投資 我們再看到下一檔 00632R的元大台灣50反應 那其實呢 他也是投資在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但是這類商品呢 都會有所謂的時間價值 你要放空 我們認為買這兩檔並不適合 其實你放空有更多的可以選擇 有很多的金融商品呢 你可以去做交易的 那我們再看到下一個 你真的要放空的話呢 中間認為呢 你要放空這種政惡型的商品 那為什麼要放空這種政惡型的商品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這邊你除了可以賺價差之外 你還可以賺時間價值 剛剛先前那兩檔 你持有的話會損失時間價值 但是如果你來放空政惡的話 這邊呢 你除了賺到價差 還可以賺到時間價值 所以目前上市場上的一些金融商品呢 非常多 如果你真的要放空的話 其實呢 你有更多的選擇 千萬不要去琢磨在006771的富房密室 或是00632R的元大台灣50反應 這類的商品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放空的話 那歡迎來找志永哥 謝謝 感謝志永哥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更多選股策略 及盤中最新消息 一定要趕快加入志永哥的Light 也持續收看財經及時通 下次見 掰掰 謝謝